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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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想拍一段影片 教大家看星盤 因為我之前拍過一段影片 就說星座 其實有朋友留言說很喜歡看星座系列 但其實我知道很多人對於占星或星座都是沒什麼概念的 所以今天我就開始一個新系列叫做10分鐘教大家看自己的星盤 首先在開始之前 我就想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我現在說的東西是占星 占星和星座有什麼分別呢? 星座坊間一般說的星座其實是referring一個人的太陽星座 例如你在八月座就處了這樣 太陽星座只需要知道一個人的出生日期就知道了 太陽星座共有12個 相信大家都知道有哪12個 但為什麼太陽星座未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性格呢? 其實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出生的時候 都會有一張星盤或者星圖 這張星圖上面是記錄了當你出生的時候 天上面的行星是怎樣排列的 天上面的行星怎樣排列呢? 原來是很影響到我們的性格的 如果我們想看我們的星盤的話 我們需要知道一些什麼知識 才可以很簡短地解釋到這個人呢? 你就需要有一個基礎的知識就是關於星座 例如什麼基礎知識呢? 我們現在說一下 我們大家都知道有12星座 例如白羊座、金牛座、處女座等等 但是你知道這些星座 你知不知道這些星座 其實它代表的是什麼的特質 你首先一定要知道 每一個星座背後代表的特質 而且也需要知道每一個星座的守護星是什麼 這兩樣東西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摺下來 我會展示一個表 對,這裡應該會出現一個表 這個表就是很簡單地讓大家看到 12個星座 每一個星座大概是代表什麼特質 你沒看錯 這個表是我自己用人手去畫出來的 我跟大家簡單地解釋一下這個表是怎樣看的 首先它每一格後面都會有些數字 其實就代表了它是第幾個星座 因為這樣也幫助你們去認識宮位 例如白羊後面就是一 所以第一宮也帶著白羊的特性 每一格就代表一個星座 除了有那個星座的名字 以及它的特質 以及它的時間之外 也有一個圓圈 它後面會寫著一個中文字 例如白羊座寫著一個火字 這個就代表它這個星座 是由火星去守護 至於守護星 由於其實現代的占星學 是加入了三黃星 包括天王星、冥王星和海王星 但是我這裡仍然沿用古典占星的守護星 只是用七大行星而已 所以在每一格星座裡面的資訊 你應該會得到五個資訊 包括星座的中英文名 它的一些主要的特質 它所代表的宮位 它屬於第幾個星座 以及那個太陽星座 在一年裡面的哪一個時候出現 但是你記住 不可以好像死讀書 即是白羊座一定是衝動 不是的 而是它有這些特質 你可以去大概去形容這個人 但是它未必如是這個人 因為它其實那種特質 是可以延伸出很多不同的東西出來的 所以不可以說 逢親有白羊座一定是衝動 因為其實 再認真一點這樣說 就是這個表它所說 譬如為什麼白羊座會代表衝動 譬如為什麼金牛座會代表喜歡享受 其實這些特質從哪裡來呢 是因為這些特質 或者星座 本身是來自希臘神話的 是來自神話故事的 所以其實每一個星座 它背後都有一個神話故事 而這個星座的特質 其實是在神話故事裡反映出來的 所以舉個例子 譬如為什麼說白羊座是衝動 因為其實白羊座 是黃度十二的星座裡 第一個星座 所以它代表它是一種初生之毒 一種BB的無畏無懼 它剛剛來到這個世界 它不知道這個世界有什麼好 什麼不好 所以它什麼都願意去試的這種特質 所以有些人會說白羊座的負面特質 有些人會說正面特質 其實沒有所謂正反兩面 而是因為它是初生之毒 所以它好的時候 你可以說它很勇敢 它不好的時候 你可以說它橫衝直撞 其次除了每一個星座的特質之外 其實我們都需要知道 就是每一個星座的守護星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而如果你不知道一個星座的守護星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可以看到個人的星盤 因為守護星和星座是橫橫相構的 舉例 譬如剛才說到白羊座 白羊座是橫衝直撞 那白羊座的守護星是什麼 就是火星 所以我這裡也會展示一個表出來 就是講每一個星座的守護星是什麼 還有它們有什麼特質 那好了 你可能會問 那我了解完這兩件事 到底我懂得解釋這個盤沒有呢 其實在網上只要你打星盤 或者你打英文的chart birthchart 其實你會出現很多很多不同的網站 都可以幫你排盤的 那你只要找到一個盤 你基本上就可以開始看你自己的星盤 那我現在就給你一點時間 你快點開始一個盤出來吧 那好了 開了你的盤出來 到底怎麼看呢 有這麼多不同的星星 那我就教你們 因為今天我會教你們 很簡單地看一個人的大概性格 所以就會主要教你們去看三顆星的 分別就是上星星座 太陽星座 和月亮星座 那你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看一個人的性格 你一定要有他準確的出生時間 如果不是呢 是不準的 那因為出生時間 是會影響了你的上星星座是什麼 而如果你的上星星座是不準的話 基本上你整個盤都不準的了 就是當然 仍然可以看到他一些大概性格 但是很難再看得再深入 那所以呢 現在呢 我就會 展示一個 無疑的星盤出來 假設這個是陳大文 1996年1月1號的下午4點半出生 那我們就會看看這個陳大文的星盤 Hello 那我剛剛呢 就把陳大文的資料寫了下來 因為我今天沒有帶相機 那我check星盤就在電話那裡 那Anyway 那我現在會在螢幕那裡 show這個陳大文的星盤 去讓大家可以一路看一路去學的 那其實呢 就主要是看三個點的先 那就是看上星 太陽 和月亮的 那多數你一開這個盤的時候呢 你就會看到呢 其實它很多線 很多不同的星星 那但是呢 其實都不要緊的 主力呢 找了這三顆星先 那上星呢 是最容易最容易找的 上星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盤 一個圓形 中間有一個十字 十字的左邊這個十字呢 其實呢 左邊這個位置 它就叫做上星點 那上星點的意思就是 就是太陽升起的那個位置 根據你出生的那個地點而定的 那這個陳大文呢 就是上星雙子座了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通過上星星座 去瞭解一些 他成長的環境 或者他自小受到的教育 去怎樣去 代人折蜜 一個 他的一個第一印象 給人是怎樣呢 都可以通過這個上星星座去看的 那我們就看到這個陳大文呢 他是上星雙子座 那就是說呢 他在一個陌生的環境 或者他第一次給人的印象 其實是一個雙子的感覺 那雙子的感覺是怎樣呢 剛才你也看到那個表 那可能呢 他就會呈現一種 很喜歡跟別人去說話 很喜歡分享 很多時候需要跟別人去溝通的一個人 又或者呢 人家一看就會覺得 啊這件很能言善道 這樣 去到一個陌生的環境的時候呢 他都不會說很害羞 不夠膽去說的 那通過上星雙子座呢 我們也可以找到他的命主星的 那雙子座的守護星就是水星 那於是我們就找 到底這顆水星座落在他星空的哪裡呢 於是我們就找到 他的水星呢 原來是位於水瓶座的第八宮的 那但是呢 今天呢 我就不會說公位住了 因為我覺得公位是一些再advanced的東西 那其實 一些操略的性格 其實就算不知道公位 但是他都知道他怎樣的 命主星這個概念呢 在星盤裡面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命主星基本上可以斷定一個人 很多很多東西的 其實就是 明主星的重要性呢 其實跟太陽月亮呢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那因為呢 明主星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明主星其實呢 就是 代表了這個人 他整個人生的方向 是一個大概是怎樣的人 那我們知道他 明主星是水星座落在水平的話呢 就會知道他表達自己的時候 是一種怎樣的模式 因為剛才說上星雙子 就很喜歡說話 但是他大概會說些什麼 他會用一個怎樣的風格去說話呢 其實呢 就沒有辦法可以看到的 就是說 上星雙子是一個去行為模式 就是喜歡說話 喜歡溝通 喜歡表達 喜歡交流 但是他怎樣去溝通 怎樣去表達 怎樣交流呢 就好看這一顆水星是落在哪裡的 那因為水星落在水平 於是他表達的內容 或者模式就會偏向水平座 就是說可能說話有時候有些得意 有些古怪 有時候有些出人意表 有時候很理智 很冷靜 很喜歡跟別人去分析 這樣 於是他講話的內容 或者方式 就可能會有些水平座特質 就是可能覺得 這個人古古怪怪 得意義 這樣就是水平座了 那如果再進行更多 再看他公位的話 再落於白宮就可能反映出 他其實都很喜歡跟別人去講投資 講錢 一些這樣的東西 因為白宮就代表了偏才 那不過這個就是後話 那所以呢 我們只看一個上星 已經可以看到 這個陳大文的這麼多不同性格了 那好了 那看完上星之後呢 我們就會看他太陽 那我們就會看到 他是太陽山陽座 坐落於這個七宮的 太陽魔蠍座 或者太陽山陽座的人 都是比較勤奮 比較刻苦一點的 然後再看他的月亮 那他的月亮呢 就在庚牛座的第十二宮 那樣 那所以呢 他整個人的性格就出來了 好像一個3D圖形 那樣浮了出來 那所以呢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看星座的時候呢 首先就看了一個人的上星先 通過上星去找出他名主星座落的位置 然後呢 今天就加上看他的太陽 和月亮的 那至於太陽和月亮分別代表什麼呢 其實太陽呢 就代表這個人 他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 而月亮呢 就代表他真實 他內心的需要 或者他內心是一個怎樣的人 這一刻 那所以呢 就看到呢 其實這個 陳大文呢 他呢 其實呢 很希望可以呈現一個乖巧的形象 一個聽話的形象出來的 但是在同學仔 或者在朋友仔 或者在其他人的眼中呢 其實呢 他是比較古靈精怪 還有都是說一些的 之於他的內心真實呢 其實他的內心呢 就比較波蘭不驚一些的 他不是一個 喜歡跟別人爭啊 喜歡什麼的人來的 因為月亮金牛呢 本身是一個比較豐富的星座 那所以呢 他如果是月亮金牛的話呢 其實他滿足感會比較大 所以變成了呢 他的情緒都會比較穩定啦 而且是一個 整體來說呢 都比較開心的一個人來的 今天呢 就主要呢 只是說這三個點 上升啦 太陽月亮和他們的星座 去通過這三個點 大概描述一個人的性格的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啦 那希望大家會明白啦 希望我今天講解的東西大家明白啦 那所以呢 今天就主要是講了這個 十分鐘去簡介 怎樣去通過星盤 去看到一個人的大概啦 那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試一下 看看這個盤 看看找不找到一些 你覺得是很適合的資訊 那好啦 今天呢 我的分享就來到這裡啦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留言問我啦 那我下一次呢 會可能再教大家一些其他 更新的東西的 那好啦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